现在我们又来到一处新的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相对来说比较简陋 这个纪念碑上面就写着金色的鱼钩这么几个字 然后下面三个自然段 这是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后来被记录下来了 故事也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意思很重要的 简单的说这个故事我跟你讲一下 然后你跟他们两个翻译一下 红军在经过长征的途中 时间是1935年秋天 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相继进入草地 指导员让崔氏班长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 草地上没有粮食 饥饿威胁着大家 老班长想办法的 用冯一针做了一个鱼钩 为三个小战士钓鱼 做鱼汤 而他自己呢 却悄悄地吃点剩下的鱼骨头 老班长虽然饿得皮薄骨 但还一直用饱满的热情 鼓动着小战士们走出草地 在草地上呢 走了一天又一天 快接近边缘的时候 老班长又出去为小战士们钓鱼 但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三个小战士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奄奄一息 三个小战士将老班长留下的鱼钩 小心翼翼地包起来 大家想着等到革命胜利以后 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 让子子孙孙都来赞养他至今 这个鱼钩呢 就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篇文章呢 浓缩起来就是三个自然段 你给他们翻译一下 OK 这是银档的翻译 So I'll give you just a little translation is what we're starting to say is this was just a place of course crossing the grasslands was very difficult and this time was in the fall of 1934 and all the troops were crossing here they were basically grasslands there was no there wasn't the yaks that we see you know so they're running across they came fortunately came across an area where they saw water so they could say let's try and fish so they actually made they made they made soup out of it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and they actually saved the bones for that and then later basically it came back other they saved they left some basically for other troops that came by later and so this is just a reminder of that of like you know helping out and not forgetting other people and you know just part of the part of the rest of the journey 好 现在让我们跟着摄像机的镜头啊 我们来重温这个故事 大家看看在这一片草原上 有的地方会有小河 看 这就是小河 这河流呢 就是在大草原上呢 在这边泥制的草原上 有的时候会有呢 河水 这片河水就是老班长取水和钓鱼的地方 在这里呢 有第一尊雕像 这个雕像就是老班长提着水桶 钓鱼呢 正好呢 从这走过 这个雕像是金属的 是什么的 金属的 金属的 哦 金属的 哦 这是金属 对啊 金属的 你看到了 就是我以为是石头 提着水 提着水桶 提着水桶在这打着水走 根据这条河 这条河有个名字 叫班又河 班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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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他错 谁 班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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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班又河呢 红军的长城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 这个地方比较有名的一个河流 老班长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年纪还不到40岁啊 但是在这一些战事里边 他年纪最大 所以呢 崔氏班长有老班长之称 嗯 他 他 他说 这个人的故事 他其实并不是40岁 但是他当时是最老的 他当时是最老的 所以他当时是最老的工作 就是老班的 对不对 他还要照顾所有的红军 是这样的吗 我们再往前看 这尊的雕像呢 就是老班长把火升起来了 然后呢 找点干柴不容易啊 有个火柴更不容易 所以在这儿呢 吹动这个 吹动这火苗 在这儿呢 架起火来 等着把水桶拿过来 在这儿熬着鱼汤 所以这就是个例子 这就是个例子 您可以看到这里 这就是 他们把铁子放在一起 然后把火烟弄了 幸运地 在这儿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同样的 它说金是鱼狗 所以它是鱼狗的鱼狗 我们再往前走 这个草呢 看上去草地比较干燥 当年他们经过的草地 可能不是这样 这上面还有一些野花 这野花看起来呢 都很不起眼 但是点植在草原上 这个秋天的时候呢 这个万千花朵静放的情景 很让人感动 这儿有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呢 不知道摄像师是不是发现了 在这草地上 一些游客在地上捡了一些野花 然后呢献给呢 这个雕像 献给牺牲的老班长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尊重他的 对 这是今天的人们做的事情 它并不是雕像的一部分 这个很有趣 所以这些人 这些人很新的 人们会来这里 给这些花朵 给你带着 给他拿着 给他尊重的 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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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最难的地方 在马上 和一些的最难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是 对 因为他们对他们的 是自然的 對,是草地 對,對 所以他說的是因為在那個草地的時候 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對,可以 然後你覺得 我們一直在看這些地方 在草地上 很困難 對,我只能說是很可憐 在這裡的意見 我無法坐在這裡 20分鐘 我無法想像 在這個環境中 就是他20分鐘以後 他是冷死了 他的感覺就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他說的 他不能想出來 他們怎麼 怎麼做 這麼長時間的 這麼長的道路 就做這樣 這麼多困難 所以他說跟他一樣的 就是一個悲傷的地方 就是比較難過的 學他的這個歷史 對 今天的遊客走到這個地方 無數的人都生出了同樣的感受 我們在今天吃飽穿暖 有汽車 有棉衣 各種各樣的設備 齐備的情況之下 我們尚且感到如此寒冷 如此艱難 當年的紅軍 他們會艱苦到什麼程度 老班長這個雕像 講的是老班長 雖然自己忍急挨餓 為了照顧小傷員 他依然用飽滿的熱情 鼓勵年輕的戰士 一定要走出草原 這個故事是個真實的故事 他的作者寫這個故事的人 把這個故事記述下來的人 叫陸定一 這個人大家不陌生 因為我們在翻越老山界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個碑 就是陸定一寫的 這個人當時也是紅軍隊伍當中的成員 他當時是做宣傳鼓動工作 就鼓勵大家一定要走出封鎖線 我們一定要打 要幹這個的 這個人是少共國際的一個領導人 是1925年就入黨的一個老黨員 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他擔任過宣傳部部長 他關於長征有若干篇文章 其中金色魚鉤是比較有名的一篇 當然最有名的被選入中學課文的 那是老山界 那這篇故事也是被選入中學課文的 直到今天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蘇人民 教育出版社的一些小學六年級的課文當中 還可以見到這篇文章 陸定一的文章的共同特點是 用語非常樸實 但是極為準確 對細節的描寫相當健功夫 這種白描的功夫 要比司馬白話主持人司馬南這種的 口水文章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對 陸定一 他是一個文章的 對 他這是一位文章的 是長征的親戚者 啊 so he so the guy who wrote the story about i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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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ote a story about it became actually very famous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story but he also was one of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went through this so it was it was kind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n also he was just a good great writer and so he was able to write this down and走这段路的时候呢我已经几次跟各位讲到了走这段路啊有 一万多红军战士呢他们死在这个草地上那这个老班长呢就是无数现身在草地上的 红军战士的代表之一老班长怎么死的呀老班长不是打死的而是活活的饿死的 他知道有鱼可以吃啊但是他把鱼给了年轻的战士所以这种舍生忘死这种在队伍当中的 团结友爱的精神这种必胜信念的精神是整个红军能够走出草地走出两万五千里最后呢全国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到了呢大家看看这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先把这个纪念碑的大概情况介绍一下 这个纪念碑呢是根据开国上将王平他写的一个回路的讲的 红军长征的一段往事啊立了这么一个背影 这个故事相当惨烈就红军在长征的途中啊过草地过去之后 当时彭德怀司令员呢就跟那个王平说说还有一些人没有过来 你们再回去找草地啊艰难跋涉走了好远再回去找人这任务相当严重 但是身为团长啊身为团长的这个王平那必须执行命令 于是就带着通讯员带着这个这个机要员就往回走走在路上 老远就看见的有七八百战士啊他们坐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快步走过去结果到这一看 让王平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情况是 战士们虽然都吃着枪相互之间依靠着坐在那个地方 几百人可是他们都已经牺牲了 所以他说我们说我们去过各种地团的地团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团 在这个地团的地团 他们就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 所以他们其实回到那些人去找到那些人 这不是短的距离 我们只是开车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 但是他们是走路的就是散步的 所以他们回到那边 他们看到那些人还有一百多人 但是他们就像这样 所以他们就像这样 他们就像这样子 他们就像这样子 但是他们就像这样子 他们就像这样子 这是悲伤了对不对 巴安右烈是几点碑 下边呢这就是当时那些战士啊 靠在一起 然后呢牺牲掉的这么一个群像 在那边呢那个就是年轻的王平 这是王平吗 他和他的警卫员 他和他的警卫员 还有那通讯员 然后呢戴着望远镜 这么两组构成 这上边呢这些文字呢 就是王平上将回录的文字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过了整整七天 终于进到了班佑 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 已经走出七十多里 彭德怀军长对我说 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 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刚过草地啊再返回去几十里 接应那么多吊队的人 谈何容易 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 大家疲惫的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 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 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 至少有七八百人 我先带着同学员和侦察员 涉水过去看情况 一看哎呀 他们都静静的背靠背坐着 一动不动 我逐个查看 全都没有气了 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 泪水夺旷而出 多好的同志啊 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 却没有能坚持走过班佑河 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 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在长征路上我们总是被 红军的故事所感动 那今天在班佑河烈史 这个纪念碑前 重读这一片 王平上将写的会议录 短短的那么一段话 我想不仅我 有这样的情绪 昨天呢我看见好多人在这现花 也在这流泪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八十年了 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当年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克服种种困难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今天让我们过得更好 而我们这些过得已经非常优越的人们 在来选择他们的祖祭 缅怀他们的时候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对得起 他们当年所做出的那份努力和牺牲 我现在说我要代表我们美国的人 我们就是说这是中国的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了你和其他的来的中国人 是有流泪的 我们就是说这样 我们只要来这里要尊重你们 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历史 但是我要说 不过我们都是人的 心里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故事 还要看你流泪 看我们的导演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看这样的 我们是很感动的 因为都是人的 我们都是人 我刚才说的 心里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 人类共同的情感 对 所以对 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说呀 因为你在说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谈一谈的 我们都是感动的 因为看到你啊 所以 但是我们现在 只要尊敬你们 是这样的意思吗 它一定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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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人们的兄弟 他们的兄弟 他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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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来 对他们的想法 他们也没有 可能会出现 我现在很冷 我现在有 冰箱子 看着他们 是很困难 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我们的 但是 我们都会 深厉害 很厉害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是很困难 我的心里 他说的是 他的心里是有疼 因为 刚才说的 在 我们一听到这个历史 我们也是很感动 但是 他说 看到我们这里的朋友 还有这里的人 有什么感动的 他也是这样的 有流泪的 就是在 他的心里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感觉 是一模样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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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的一年 所以我感觉每天 我可以更加联系 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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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什么他们经历 这些是一步 我感觉 我们最感动 不是因为 我们在这一步 我们来说 但是因为 我们在这一步 看到中国人 人们 他们的 他们 他们 我感觉 他们 我们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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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联系 他说 我们已经一个月多 在这里 走到这个 场证者 所以他说 我们越来越 这是更加决定 知道 中国的心理 中国人的心理 所以一到这个地方 他说他不要忘记 他们聊就是说 不要忘记这个经验 不要忘记中国的心理 所以他说 他说就是回美国的时候 肯定要别的朋友 别的亲人 要告诉他们这个体验 是这样吧 我们今天来自美国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都很年轻 二十来岁 大学生还在读 可是他们的年纪 比起当年这些红军战士来 可能还要大一点 因为很多红军战士 他们只有十几岁 二十来岁 那么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刚才这几位说的这种情感 我觉得反过来 更让我感动 因为这是一种 共同的普遍的感情 如果这些战士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斗争 一条生命消失了 我们尚且会难过 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只要是不为自己的私利 为了公义 为了别人 为了理想 为了信念而去献身 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如何 这都是该大书 特书 该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 我们大家一起 为伴侣烈士 莫哀 挨碧 让我们一起走上去 为猎士们献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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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想请我们的此行的总指挥总导演 我们的孙总讲几句 今天我们来到了班佑革命烈士纪念碑 我们缅怀革命线的七八百人在这里走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了我们的今天很不容易 我们缅怀他们 我们要继续他们一致努力工作 谢谢大家 孙总他本身就是军人出身 可以说在部队的解放军的大荣辱里边 是受过磨练的 是有战斗经验的 是真的和敌人接过火的 毛主席当年曾经说过一句话 全国学解放军 解放军 他身上那些优良的品质 在红军诞生之初 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 就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 还有很多游客也围在周边 大家都为烈士的事迹深深地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美国国际卫视大型直播 重走长征路 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大家也很感动 现在我们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明天我们的直播继续进行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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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在一个森林的森林 中的森林 全村被逃走在樹林 今天是很激烈的日子 到了妳很難的日子 我認為他們是冬天 我們有賽於是衣製的 他們沒有什麼 他們殲滅死了 他們死了 他們臭死了 我知為何一個人 我應該不是來自中國 我們都還女人 我們都感受 我這個真正地 一位曾經最初的 說我這個人 哇先生 都好像我的弟子 这些人的孙子,他们的兄弟们,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朋友 他们还没有获得的战略,他们只是准备了